星期日宣傳新的署名 日宣傳新的署名 我們繼續請教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 有個消息傳出來 這赤柱監獄有部份地方騰空出來 預備針對佔中的部署 其實香港之前有沒有試過 一個大型預留的位置 給人想著去拉進去 其實在國安審保安局有一位 我們每兩年做一次大演練 做安全術執行 甚至找一個首席助理保安司 全職叫他寫一個劇本 就是要想像任何追亂的環境 但是葉他以前有沒有試過 這些應該做的劇本 或者預先的說法 就會在實際的行動這麼早之前 已經漏了一些風聲出來 以前的年代不同 根本很多事情都不會想出來 現在當然不同 現在香港的透明度 根本就高了很多 你理解洩漏風聲是透明度的一種? 你們傳媒都很要求透明度 時時都去民政府拿很多知識 那警務處是否應該開個記招呢? 警務處直接開個記招 回應我們的透明度 讓我們了解他其實對佔中的部署是怎樣 你們可以要求由他們決定 我也是看到報紙 只要是基於有人查詢 還是政府主動放消息出來 我就不知道 也不斷評論 不過我覺得有應變措施任何的政府都需要 剛才我們問了葉劉淑儀 現在問另一方面的意見 我們有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 正在涂謹身 這個我都聽到 我相信是真的 其實他部署這個計劃 一定是遇到最壞的情況 不只是香港的一哥要問他 可能內地都會問他的 你是不是預備得好 因為為什麼你搞得不好 就要出解放軍 大家都要出解放軍 因為立法會有些建制派議員 就是屢次都口頭書面都問過他的 就是給他 他照樣可以 但可以在那時候正正式式回答 就說我們會有設計 預備最壞的情況 就是這樣 你放心吧 怎樣怎樣 但他又不是 以往完全是甚麼都不說 但現在漏一些風出來 這是比較奇怪 讓人家覺得你究竟你想怎樣 你當然不會在 如果這幾天我這樣想 這幾天都風頭火勢 這幾天防風 其實就是口不治